這個狂會帶動一個重路 然後這個戒指之後 它的平處多 所以說你要用一個水槓給它 它是有一個半圓球的 對啊 好像轉 對 然後勒 然後勒 重點是轉 欸 時間內轉 現在輸得很快 現在輸得很慢 一分鐘內轉幾圈 要測一分鐘 所以你是要測一分鐘之後才告訴我一個半圓球 可是現在就是輸的話你不是自己輸的 就是他可以測到一秒 那現在嘛 我說在以前沒有這個工具 我們都 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就是從過去的經驗開始累積 那實際上過去的經驗 能夠解決上問題 它沒有辦法解決上問題 它不一定要輸位化 輸位化是現在的方法 但是沒有輸位化之前 你怎麼解決上問題 就能讓它拔點嗎 你做一個測試測讓它拔點 OK 你在想的辦法 就是你把透過轉速 其實剛剛地板講說 我透過一個轉速 所以這個封數有從上面看對不對 你通常旋轉 透過發電 去量它的電壓 OK 這是非常好 這是可以 也是一個類比的方法 你做以前的方法 這可以當以前的方法 因為用的都是舊科技 就沒有新科技 你轉去越快的時候 它發出來的電壓越高 這可以用 沒有錯 這可以喔 這當然可以啊 啊 我以為你剛剛是在古代嗎 不是古代 古代啊 你選吧 各位革命之前 你不需要量封數好不好 誰需要量封數啊 在那個時候 古代的第一個 古代的第一個 好 那我們需要量封數的時候 想對封數 對封數開始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能量封數 我們什麼時候對封數有興趣 一般講的東西 是個解決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是 另外一個方法是 我們當它旋轉的時候 我們讓它 帶動一個什麼 帶動一個設備 就是一個這樣設備 簡單的一條中間有個彈簧 這是棍子 旁邊有個重物 這邊有個指標 當它轉速很快的時候 這個重物會甩開嘛 中間有彈簧對不對 甩開是不是下降 所以指標就會往下 指標就會往下 指標就會往下 當它轉比較慢的時候 彈簧會把它撐開嘛 指標就會往上 這還 這個比較古怪 這個好像很清楚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轉速機 就是 如果它轉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 我可以看到指標的高低 來決定它的速度是多快 那你如果再經過調校 校準 又已經 就是同些 來開始放 現在是每秒一公尺 它的位置放出來 這是每秒一公尺 這是每秒兩公尺 這是每秒兩公尺 你要畫出來刻畫之後 你就可以從刻畫去 知道 我現在轉過去多少 好 這是一個比較原始的做法 所以這個比較複雜 那如果不要談話的話 剛剛那個 有一點心 是有點心 這是有點心 有一點 可是電八線 電八線其實是兩百年前 就是電八線 別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界定 它是三百年才是五百年前 這五百年前就可以做到 這五百年前也做得到 這五百年前也做得到 我現在五百年前不是怕 封的房 封房 對啊就是最早來 我就是 封的房 我就是 就是那個 我們做那個鯉魚 鯉魚棋嘛 對不對 有個大嘴巴 對啊 鯉魚棋應該是哪個年代的 鯉魚棋是日牌 他們現在都還有啊 就綁了鯉魚棋 都是哪個國家的 日本啊 對嘛 那風吹過去的時候 欸這個風很大 鯉魚棋子 鯉魚很大隻 對啊 風很小的時候 鯉魚棋就是這樣 這也是個方式 OK啦 會不會連海棋 鯉魚棋是說 有男生可以綁鯉魚棋 他們有個那個 寫節日 就你只要生一個兒子 你可以綁一條鯉魚 生兩個兒子可以綁兩條鯉魚 這樣可以綁一條鯉魚 這樣 好 那 八十三條鯉魚 我會怎麼樣嗎 就是 我很清楚說 現在要打仗的時候 你不要可以出三個人 還會綁好 那三個人綁啦 但是一開始他偏附跟你講說 我要正招人 但是我 這是有節慶嘛 這個要慶祝一下 我要綁底部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想要溫度器怎麼做 溫度器 溫度器 溫度器最簡單的嘛 就搞個會封 會封 會封 應該是跟 冷熱比較有反應的 會不會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用水對不對 用水 水 這邊放一堆水 用液體 液體水都可以嗎 我們現在不是用水 我們現在不用水嗎 不用水銀嗎 水銀也是個方式 水銀也是個方式 然後 酒精 像我們比較常常是酒精 酒精 或是水 水是水融獲得 它不會 它那個膨脹的程度不夠 會不會難掉 不會 膨脹比較明顯才好 對 其實你在管子夠細的話 它只要膨脹一點點 它擠出去 所以它是看你這個管 這邊管鏡 來決定你的敏感度 這邊管鏡越細 你的敏感就越高 對 對 我這邊只要膨脹一點點 我譬如說這邊收縮一點點 它就擠出去很多 對不對 嗯 應該不是說收縮 應該說 這邊的固體 一般來講 液體膨脹的比 物體膨脹的快 大 那個膨脹率比較高 所以當温度增加的時候 我的液體膨脹比較多 可是我的物體膨脹一點點才有 所以它多了 液體就被擠出去了 那如果說內徑很小 它的高度就差很多 如果內徑很大 我的高度就差一點點 這是液體無度計 那什麼別的無度計 這叫無度計 電子無度計 電子無度計 什麼叫電子無度計 不照原理 不照原理 好 我們講過 這在我們後面講熱電 以前那個 呃 曾經好像有沒有曾經講過 所謂光電效應 聽過沒有光電效應 有啊 我知道 就是那個 光照到金屬表面 它會刺激它的電子想要移開 就是光電效應 那我把兩個基礎放在一起 都從照到光的時候呢 這邊的電子想移動 這邊電子想移動 這邊電子移動的強度比這邊強 電子移過來 電就很產生的 這就是相反的概念 好通道理 這是照到光 那如果照到光呢 我給能量就好 給能量是這樣就可以了 我像兩條電線 這是你接點 這是A電線 這是B電線 是要量滿紅金屬 但我這邊給熱的時候呢 同樣的 A金屬跟B金屬 想要給 想要把電給釋放出來 那就有一個強的弱 電的移動 有嗎 有耶沒有 有 你要加熱就會有電 要加熱就會有電 但這個電很小 所以我們叫做電動式 它是一個趨勢 這是一個理論 我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就是兩片金屬 你說那是彎曲的 那是要好嗎 那個 量的角度 量的溫度很有限 它只能量到300度 就是這樣子 再超過它就軟掉了 這個也會軟吧 這個不會 它可以用特殊金屬 它可以在那邊 那的強度比較高 但是它可以量到什麼 它可以量到甚至2000度 3000度都可以量到 對 對啊 它就是看它的電位差 它兩邊 只要它想給電 電位差 只要差一點點 我們都可以偵測得到 它只要看電位差 就可以差到它的溫度有多大 對 這是熱電孔 我有朋友 他們公司在做 專門做熱電孔 熱電孔 熱電孔 一般來講 像我樓下有個電 那些數位式的溫度電孔 我們看過 那個棒 我們看一下那個 那個 對 那可以量到兩三百度 它是熱電孔 它們有個金屬 不同的金屬 所以 看你的需求 你換不同的金屬 那它為什麼 有沒有底線 比如說 2到0 不就比較多 他也有幾線 他也有幾線 那你那個的很 直線 對 他這個金屬 它就是有什麼樣式的 所以你那個 我那個 是從 -10度到200度 對啊 那制作長otta 我們比較好 像 dengan 通常這個方向 譬如說 有些熱電孔 它的量度 可能是500度 1500度到1500度 你说500度以下是不准的 1500度以上是不准的 你说两号两号 有啊 它有数字啊 可是那就是不准的 因为它每个反复 因为我每个反复做两侧都希望它是个线性趋势 我线性才可以预测 我越大我越大 我越大就越大 可是当我越大的时候 它不见越大的时候你怎么预测 我就说它也不算 那也不算 对 没有错 相对来讲它是取我最大的 那叫做等笔的 就是我们叫做线性趋势那一段 所有的都一样 汤黄秤也是一样嘛 汤黄秤你后面开始 增加一个巴马 它的生产力是一倍的 距离的时候就不能用的 它可以取两个范围 线性的那个范围 它有别的温度计 温度喔 像这是液体温度计 这是数位温度计 雪地溩度计 雪地溩度计 是用那个 它是靠密度改变 它是一个 冰块 不是冰块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 下面挂个三属度C 然后它会跑下去 跑下去 这很难做 这个我曾经试的想法 你要去调那个重量 不容易看 你要在那边找到哪一颗球 那实际上你能颜色 用颜色来取代一下 你可以把温度越高用红色 越红越蓝 红到蓝的趋势 那你可以找到现在在温度计 就是改变嘛 以前没想到说 用重量颜色 就很难区别 要去找一个科目的 好 这是雪地溩度计 它是靠温度跟密度的关系 温度跟密度的关系 来做温度计 它有别的 那两个固体可不可以做温度计 那怎么会讲的 两个奇数板都可以做温度计 如果温度越高 它的伸长量不一样之后 它会歪 歪 歪 那这一种方式 一气体可以做温度计 可以啊 没听过 没听过 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 就跟硬体的 全景应该是一样的 放到高的披压里面 不能不行 然后往上调 切温度计计 可以做 也还OK 放一个片 对 放到水里面 这就是空气 然后你空气受热 它会膨胀 每天要膨胀都向下压 水就升高 可是这样还要计算 水不膨胀 其实不用 就是做校正就好了 我去把它放到100度C 在这边 放到20度C 在这边 100度C 水真发的 好 那就不能100度C 这个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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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底下可能不能用水 你可以换别的啊 它要那个1度到9度C 不能100度C 对了 你可以换柚子 你可以换柚子 你换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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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音气是不错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水也快散不出来 不是 这气体啊 它主要靠气体膨胀 气体膨胀比液体膨胀多得多 这主要靠气体啊 这气体膨胀是有的 是有这样做的 然后 其实还可以简单做固体膨胀 固体膨胀就是 你拿一个固体 然后 这边另外一个固体 这边做个杆杆 然后支撑它 然后 这个生长率 跟这个生长率不一样 一量膨胀 这个杆就会高低了 什么东西 就是 你公布身高 但是身高可能 身高0.1 身高0.2 他就把它举起来一点 这边就差一点很大 对 这整个 越长差越多这样子 对啊 那上 还有一个 对 这是固体的部分 然后给了 温度器 刚好比较固定 什么 固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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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两个有同个技术啊 没有 其中一个 就把它扑起来 对 这两个物质啊 可以用 就是 一个是用金属 就是比较容易受温度改变 OK 有一个是 可能是用 橡胶做的 OK 可以 就是反正是两个不同物质 也许不用两个近距 两个不同物质 对 有一个 一个不动 一个会动 这样子 事上没有不动 只要是步驟改变 每个都会动 要往 木会不会动 对啊 变化小而已啊 变化比较小 变化比较小 可能不会动的东西 对啊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两个不同的温度 像譬如假设用液体当中 譬如这个 这个刚刚的空间物体 如果里面放水 我们就知道它 两个温度不能到100度以上 可能就是90度 可不可以到0度以下 不行 也不限 所以它有温度范围 所以每个 两个温度范围都有限制 所以这次我们要去温度范围 那今天还是要校正的部分 好 那湿度计怎么做 湿度计 湿度计 嗯 我觉得好湿喔 看流汗的程度 你先做100个伏地挺身之后 看流汗的程度 来决定湿度 假设你流汗很多 我知道 这个时候把衣服脱下来 挤 挤挤挤挤挽 我大概知道 好你说 就是用厨师机 厨师机 睡了多少 就决定它的湿度 漂亮啦 这也是个方法 这是个方法 那叫什么啊 这没有错 这是个方法 这是给 你不是说要瞬间 瞬间 如果出一个小说是不是 湿度可能很难用瞬间吧 湿度可以 有个方法 他们发现喔 像毛髮 就头发 不管是 所以话也用 马里尾巴 只要毛髮 不同的湿度长度不一样 蛤 我知道 对 我说 比较湿的时候 我的东西比较松 对 一耳一 我一定没有注意到 不要湿度会变长 不要湿度会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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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干会比较紧 我刚才想到的是 湿度跟露点不直接 跟什么 露点 就是接隔 OK 非常好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湿度机 那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这一个毛就可以了 好 那 现在比较科技比较发达 就叫露点 露点似露 露点似露 露点了 露点了 露点就是真的是看他截路 嗯 那他怎么做 降温 对 降温 然后看他截路 那你怎么看他截路了 观察 观察 那你不能一直在那边看 露点 有了 有了 有人就很聪明啊 他拿一个降温的板子 前面贴个玻璃板 截路就看不清楚了 呵呵 是不是 我只要截路来说 玻璃板就扑掉了 你又看他打工 那个穿透的程度 工吹过去 然后在那边打雷射 这不是雷射吗 就知道他 那雷射反射到我的接收器 的程度 当我这个温度开始降 降到我这个接收器 看不清楚的时候 表示那个点 就是我现在的路点 我现在的路点 这会截路嘛 路点的意思表示什么 相当的湿度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假如这个温度是十度C 我已经加到十度C了 可是我外面的室温是三十度C 我可以从这两个温度差 去得到我现在的湿度 在三十度C的时候 湿度应该多少 这怎么算呢 你增长大气是不是有含水量 对啊 含水量分叫做 RH百分百 RH的意思是相对 relative community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跟谁相对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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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温度 跟那个温度之下 然后是层纯拥有的最大的水气量 最饱和 củ 更为由觉得 一般人中 会夏余天 通常下呢 Started 就是 95.50 100左右 才有可能会下你 相对是80% 因为它已经超过那个 你只會覺得悶悶的 但是不會溼溫 它會下雨 那是最不舒服的 那如果下雨是30% 那就很乾 就因為它還可以溶到很多水 水可以一直持續蒸發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 譬如去一個商店 它這種空空氣的降溫器 有看過啊 然後降溫 假設今天是快下雨 你進去你會覺得舒服嗎 超濕的 因為它水不會蒸發啊 它不會把空中水的熱氣帶走 你會覺得不舒服而已 所以你要去那種店 應該是要去那種相對濕度30啊 40啊 你去那種就很舒服 因為它這個水一直蒸發 蒸發就開始熱氣 然後就覺得舒服 所以OK 這個相對濕度 那相對濕度 到這邊是100% RH 因為它要結錄了 是100% 好 它可以查錶 這可以查錶 這有人做出錶 所以 好 我們看看有沒有錶 因為以前我在做廚師機的時候 這個錶常用 這叫做 因為你以前還做廚師機 我以為你都是做廚師機 我怕有一段時間 因為做蛋出了一點意外 所以因為 就有這個叫做 御加師 就是說 你不是學化學而已 做蛋藥 對 我們是做化學 我們不是化學畢業 不能做蛋藥 那你就做別的好了 你會做出自己去 為什麼會有出自己去 我完全懂 因為在部隊裡面他們的蛋藥 我們快發現他們都快坑到 坑到冬天很乾 夏天很潮 很潮 他們的蛋藥你知道嗎 拿出來之後 不能拿了 因為這個蛋已經斷了 就不能拿了 因為拿了可能就會爆炸 把這個就封起來 這個就貼個封條說 這個蛋藥部先不要動 就打別這樣 可是慢慢的蛋藥部就變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需要做蛋藥部的廚師 好久 阿兵哥打得來幹什麼 很好說 這個跟阿兵哥沒關係 阿兵哥沒辦法處理啊 他就買廚師機就好啊 之前都沒有法廚的必要 他沒有那麼大的廚師機 而且效率不好 而且最重要是那個坑道沒有親密啊 你沒有辦法 你要設計不親密 我管你 我也跟著廚師機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表 怎樣 我以為你可是要設計匯包的廚師機 賣到中國大廚 什麼東西啊 還塗一塗就放下 然後炸到這種罩 對的人是不是 不用對的人 台商也炸 還是要好 還是要總統主廚 對 一定要 總統主廚才有用 一定要讓總統主廚肯用這個 然後他們的彈藥部也用這個 一抱就全抱 欸 恐怖欸 對 恐怖 全部一起抱 還連鎖了 好了 怎麼樣 好 欸 剛剛有看到一個 但是不是很清楚的一個表 但是 嗯 嗯 然後再 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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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欸 之前有碰過一種東西嗎 嗯哼 怎麼樣 好像是 乾的時候 是 藍的 而且一碰到嘴氣 就會比較好 綠外亞褲子 對 對 它 嗯 它 水氣就可以 對 它 是有這樣的 我看過這種 叫做一次型的 一次型的濕度 測一次就不行了 那就測一次就不行了 不不不 它是一開始它就有某個顏色 它一樣是顏色變化 然後現在是相對濕度30%它什麼顏色 相對濕度40%什麼顏色 50%什麼顏色 但是到100%它顏色又回不來了 就是你再乾它也回不來 它是一次型的 它只又一次 如果它不小心碰到水 它也回不來 就是這樣 就是它 它只要越來越濕 它只要越來越濕 你就像在乾燥它 如果我70%它也回不來 對對對 30%它也回不來 對 就是它是一次型的 是有這樣的濕度力 但是你剛剛講說 從藍色變粉紅色 因為它的潤距很寬 你不見得清楚說 很難看 你很難看出來 它現在濕度是多少 就跟那個濕度的濕度一樣 就是 可以濕了一些 現在它是藍色的 然後你都要吹一口氣 它會濃色 然後你都要把胖胖 會變回來了 對 它會變回來了 那是會變回來了 我剛剛講是 那是變回來了 但是那個會變回來了 就是我們比較清楚 它可能濕了 可是多濕不知道 對 那只能做魔術用 對 但是那一次型的成績率也很少用 因為不實用 因為剛開始你發現 是有些人 可能做到一些 比較高精密的裝備 然後這個東西就不能濕 濕了就會有溫水 所以一次看到顏色變了就不行 顏色變了就不行 曾經有顏色變了那還不行 所以它從來校正 校正過 有展示的老師 他跟我們說 可以叫我們拿那個日診 拿那個 他就讓我們用指控的 然後可以拿日診 比如說 你在你的同學就要吹一口氣 然後就說 你來有火錯的話 就會變狗色 是 是 如果勝虧的話 就可以變狗色 為什麼 過不去 沒關係我們不需要知道 細節我們再找一邊看 濕度一般來講你可以接受 以念我們的理論 我現在講我現在含水量 一般來講講說 這是絕對濕度 那也叫相對濕度 這叫相對濕度也叫絕對濕度 絕對濕度代表說 每一公斤的空氣 含了多少克的水 這叫做絕對濕度 那絕對濕度不會變嘛 譬如說 就在3度C跟10度C 我的絕對濕度C 因為含水量是固定的 所以假設這時候絕對濕度是0.9克 就是每一公斤的空氣有0.9克的水 我看降到10度C的時候 他0.9克剛好可以吸出去 也就是說相對濕度難怪 所以他有個表 他們是有科學的就是去查表 去證明說 就慢慢把資料的原理 對我現在什麼時候會結錄 把他做下來什麼時候結錄 所以你去看 一般來講 我們早期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這個做法的時候 濕度計還是那種濕度計 是比較原始的做法 它有兩個溫度計 其中一個溫度計呢 我們表面有泡一個 造個袋子 然後這袋子要放到水裡面去 所以這袋子周圍會有水 對啊 會有水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現在濕度很濕 是不容易流汗 我們的汗不容易蒸發 我們表面的濕度不容易蒸發 覺得很不舒服 同樣的 假設現在濕度很高 因為它蒸發就會帶著熱氣 對 蒸發會帶著熱氣 所以比例上這個 濕球溫度計會比較低一點 就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如果濕度越高 兩倍的溫度會越怎麼樣 就算那個差距 對對對 外面的濕度越低 這個尺就越大 因為它越容易蒸發 然後這個 這叫做乾濕球溫度計 乾濕球溫度計 就可以量到濕度 那濕度是最高的 它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這個乾濕球溫度計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 要放在開放的空間 你不能放在一個小兒子裡面 因為小兒子裡面 它蒸發到一定程度就滿了 它就不會再蒸發了 所以兩個 對 它就不能用 它就不準 所以你要放在一個 像這樣一個空間 你要開放是可以用的 因為這個小房間 就不適用了 好來 風可以缺的地方 可能會被吹掉 可能會很容易就乾掉 所以不太準 也不太準 也不太準 所以它有想多限制 使用場地限制 這是另外一個濕度計 所以濕度計 我們現在知道有三層 OK 好 那壓力計呢 壓力計 跟剛才這個空氣溫度計有點類似 你看喔 我們剛做的空氣溫度計 是長這樣子 它沒有遮瑕 對不對 好 那 我的壓力 是不是會從這邊進來 空氣壓力 對 所以我空氣壓力會大的時候 這邊的 看的是裡面的哪塊 對 因為它這邊 像它這邊體積改變 是比較來自己壓力 比較來自己空氣 因為它這邊本身是 這應該通常來講 你會做這樣 這個是一個硬的核子 這是一個硬的組合 好 那壓力計不是通常都沒有在幹嘛 所以你這樣不就會被溫度 溫度計 就是這是溫度計 那壓力計的話 通常壓力計有兩種 有兩種壓力計 一種壓力計是 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用一個潛力裂 潛力裂 潛力裂 就是用管子把它弄成 那是脫離切 蛤 在講 管子拿 然後把它整整螺旋轉 整整螺旋轉 整整螺旋轉 對 然後你只要壓力變 它就會比較 我知道了 我現在好像有一個 就會是把你的那個 不不把那個 有進去 拿開的那樣 你沒聽懂 現在 你把它拆開裡面 就是一條 OK 它是做指針的 陳偉強是 那個 我們是 它是一個 那個結構 下去固定了嘛 然後這邊是指針 然後呢 這是管子 這是管子 這不是線 這是管子 中間是空的 所以我的氣體壓力 可以進去 裡面是填充的空氣 所以當你外面的空氣 是低壓的時候呢 這個會怎麼樣 會比較直一點 這個意思嗎 不是啦 喔 那管子裡面的空氣 所以那管子是開放絕的 還是這樣 開放的 開放的 可是如果 另外一個壓力是一樣的 它會怎麼移動 對啊 所以它應該是隔絕的 它會隔絕的 你講的壓力是這樣 我知道了 這邊要通進去 我們的兩側區 我的 因為我這是一個管子 我想知道管子的壓力是多少 然後裡面是密閉的 對 裡面是密閉的 這個我想知道這個管子 像很多時候 量瓦斯 瓦斯壓力 又碰壓力 就碰壓力 所以這個管子 直接接到這個細細的毛細管 嗯 這個毛細管呢 實際上是很薄的 當它有壓力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今天拿那個 就是消防水 消防水袋 一加水 它就打出去 通到這樣 當我們的壓力打進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想要撐直 想要打直 所以這個就會旋轉 最後就可以了解 這個管線裡面的壓力有多少 對 這是一種密閉空間的一個壓力 我們可以了解 這個密閉容器裡面的壓力 有多少 那 有一種比較 就是 這是一個 這可能比較大的壓力 那如果小壓力呢 小壓力 壓力只有一點點 沒有壓力只有 很小的壓力 給我吹氣球 氣球吹起來 這氣球壓力量很小 沒有很大 氣球壓力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是 叫做 我們叫做風存包劍 風存 你講的是日本人的路 因為坦克 我們台灣人很多坦克 可是坦克現在不用 什麼時候用 打敗都在用 你不用的時候 它就會放在那邊 就會容易生鏽壞掉 什麼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以前的做法就是 把整個 坦克呢 用油 給它整個塗油 上油 上油 上油完就封起來 就像那個天空 阿龍跟我們講的 腳踏車保養一樣 就上油封起來 可是好現在用車 開始除油 你要不要花10天把油除乾淨 好辛苦 另外我們沒有辦法做 所以 國外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把它包起來 你的食物要保存期限長一點 就是抽乾 抽乾 抽蛋器 把水分抽乾 抽蛋器 我們可以當作 像以前沒有抽乾 抽乾 就是乾燥真空包裝 坦克的真空包裝 要封存包件 就是把它抽真空 那抽真空 沒有確保水氣的問題 所以通常抽到真空的東西 要除濕 先除濕再抽成空 這是最好的做法 好 那 所以 在除濕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除濕機 叫做 我剛剛講的 叫做 轉輪式除濕機 轉輪式的除濕機 它是把空氣抽出來 進化我們的除濕機 再進去 這是一個乾燥的過程 這個轉輪式除濕機 可以把濕度降到大概30%左右 這是相當乾的 很乾的一個空氣 然後再一個循環 可是 你在抽的時候 你要去把裡面的 就抽出來的量 要比吹進去的量小 要為一個鎮壓 它鼓起來 因為它只要有收出的時候 這邊貼到的 這邊的水就除不掉 你知道嗎 對 我現在拿個 我現在正房間在存濕 我現在拿個杯子 下面壓在滴水 就是接觸到而已 對滴水是沒辦法被除濕的 因為它會黏住 它會黏住 它除不掉 所以你要盡量是開 盡量把它吹鼓鼓的 像汽油一樣 我們現在在想 這鼓鼓會不會 這壓力帶有多大 因為知道這個撐不住 撐不住 它會不會 你知道壓力有多大嗎 不知道 它是10公分水柱 10公分水柱 10公分水柱 10公分水柱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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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水柱正常一大 一大其他水柱是 10公分水柱 10公分水柱 你就拿一個吸管 10公分 10公分水柱這樣吸 就是打一個 把它吸起來的壓力 就叫做10公分水柱 對 欸 那10公分可以把它吹鼓起來 對 就這樣一點點的 像你看我黃色小鴨 它有一個吸風器啊 它壓力有多大 壓力有多大 你把它吹起來 就整個不吹起來 只要裡面有東西就可以 只要裡面有一點點氣 因為 你講我們的壓力 學過壓力吧 嗯 P的是什麼 A A是什麼 面積 面積 啊 力是我們 需要撐住力 P我把 黃色小鴨撐住 所以就有力 好 假設黃色小鴨 重量 對 重量 就是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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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黃色小鴨撐住 它這個塑膠有重量 所以我們需要力往上撐對不對 那可作裡面是壓力 我要知道它撐多大力 我是不知道 把這個面積算出來就好 所以我不知道我撐多少力 我叫算是面積嘛 那所以你把A乘上我這台 F 重量 假設它是1000公斤好了 1000公斤 1000公斤 在乘上我 1000公斤 請坐 1000公斤 那我再乘上 我的重量 它是5G 就是我得到的力 是嗎 大概1萬 好 大概1萬 1萬 那我的A 我可以算上表面積有多大 對 表面積積有多大 你會知道壓力有多大 現在壓力就不便便 每平方公分 大概只要 一個水素 大概只要1克 1克 只要1克 因為你1平方公分的塑膠 絕對不到1克 嗯 不到 那我只要1克的力量 所以它我就可以撐起來了 不是嗎 好像有點道理 對 那你看喔 10 一大七央的意思就是 每平方公分有 1公斤的 水的重量 是喔 這是1平方公分對不對 它高度是10公尺 10公尺是等於1000公分 對不對 是不是10公尺 1000公分乘上 解面積是1平方公分 是不是就是1公斤 嗯 它體積是1000公分 也是解析1公斤的意思 好 所以我就假設我只要1克就好 我是不是只要千分之一的大七央 對 對嘛 所以它事實上1天能 只是我剛剛講的10公分 是太多了 10公分也可以吹爆 對 你看每一平方公分有10克的重量 這樣每一平方公分 它的塑膠 橡膠皮的重量不到10克啊 不到它等於1克2克而已 所以我已經可以撐爆 好 好 所以它事實上壓力很小 那我們兩個這麼小壓力怎麼樣 壓力要怎麼樣 壓力要怎麼樣 那你剛剛自己說的那種 玻璃學力啊 嗯 吸管 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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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管也對啦 這是很簡單一點 譬如我們現在講一個水瓶 水瓶 水瓶叫做 就是我們剛剛 上次 蛤 上次我們自己也講過一個 叫做 一體 淨力平衡 好 對不起 當我這邊平衡的時候 表示你有沒有壓力這樣大 好 我說我畫歪的 沒有沒有是黑白鞋 黑白鞋 好 那 我呢 假設這邊有個 有個包件好了 我就給它接一個管子出來 我給它通到一個聯通管 對 假設我這邊高度是一樣的時候 表示你們的壓力是 1啊 0嘛 0 好 就是1啊 1大7 嗯 因為這個我講0的意思是 1 1當標準的時候 1就是0 好 沒關係 反正是跟外面一樣的意思 對對對 好 所以我這邊開始加壓的時候 這邊會下來低一點 這樣會升高 對不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壓力差 好 就這樣 拜拜 壓力器就這樣做 可是 你要想說 那我現在的壓力怎麼不測 你知道它不是一個問題的空間 它就是一個開放空間 蠻大空間 我一定要跟標準的壓力都比較 來說現在是高氣壓 還是要低氣壓 我現在知道標準大氣壓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 所以通常這個做法呢 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必須拿一個 密閉容器 先做好 這邊有水 你把它走的是不是 全部都是空氣 好 然後 這邊一點點水是做一個 那我當我去 在標準大氣壓的時候 這邊是沉水平衡浪 我就知道這是一大氣壓 先做好 EATM 好了 這做好之後就擺著 然後 當外面壓力比較低的時候 是低氣壓的時候 會怎麼樣 6A 這邊升高嘛 對 這邊加低 對 這就叫低氣壓 當外面是高氣壓的時候 就反過來 壓過來 壓過來 那 所以它設計不要讓水跑進去 對 水不能跑進去 所以它一定只能擺一個方向 擺一個方向 擺一個方向 對 擺一個方向 好 它一定要 這邊一定要朝上 對 對 對 這是簡單的大氣壓力 對 朝下那個 是 是 帕斯卡 原來是 帕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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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卡就講P跟V 正名 明 明 又當成 那邊 喔 不太一樣 他那是 只會跟面積有關係 他講的是 比如假設有一個活賽 喔 喔 這一個小活賽 對不對 那我這邊往下壓 這一個往上升 我這是十倍的面積 這是一個面積 所以我這邊的力是一倍的力 我可以舉起十倍的力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發表原理 但這不太一樣 這只是純粹看高度差異 我們用高度差異 這個沒辦法用這個來去推斷彈壓力 這個沒辦法 就算這邊的面積很大 這樣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因為水流出來不夠 它上面就會 它上面就會蹦蹦蹦蹦 因為我這邊全部掉下來 我根本可能只有升高 一公分 可是我算它壓力很低 所以它還持續要升高 可是它沒辦法沒有水 所以通常我們這樣做的話 這個水會盡量幫它保持 對 管音是一樣的 倒置不見得越吸越來 就管型號一樣 兩邊的管型一樣 那才可以這邊降得越深 對 管型號一樣 對 管型號一樣 OK 這是吸壓劑 然後 對 還有什麼 沒有了 還有下課 還有下課 然後你們要看書啊 我們才可以討論啊 有啊 我拿書上的 拿書上有沒有用啊 你要看過啊 還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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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得意 真的是 是 怎麼樣 什麼 不管你的事 好 水循環 水循環是 蛇物吧 水循環是 三態嗎 水循環 那個化學也有講到 對 所以 水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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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東西 我如果覺得人家講話 應該是打中一個環境 為什麼現在 雨越下越大 然後 乾燥的地方越來越乾了 因為 趨勢 你一直講到一個 是趨勢啊 我現在問他 為什麼會這麼趨勢啊 沒有啊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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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周圍都不買了 為什麼不買 哈哈哈 正解正解 為什麼 為什麼 像我們台灣以前 下雨很少的一年 我地區下雨量是幾千 幾千毫米 幾千毫米的 真的很少 為什麼 雨越下越大 然後 乾的地方就越乾了 因為地球 地球怎樣 暖化 暖化為什麼這樣 暖化 然後呢 因為暖化 比較熱 所以這個 熱帶低氣壓 比較容易形成 OK 熱帶低氣壓 然後呢 然後就會有很多 彩虹一直吹 你是不是這樣不影響 那個分布啊 以前 OK 熱帶低氣壓 比較多 一直吹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會 一直受到暴雨的襲擊 可是熱帶低氣壓 的話 那就是整個都有了 現在到底是哪裡都沒有了 為什麼 沒有比以前會下雨 我們也就是下雨 不定是雨豬嘛 我們是台灣就是容易下雨的地方 那為什麼現在雨下的比以前多很多 就是空間玩 然後它有宣服地質 更容易讓水融進去 那應該全季都一樣 為什麼乾燥地方又乾燥 所以就是因為 低球暖化 然後這個颱風比較容易形成 但是 相對乾燥地方 本來它是不會有颱風搭給它啊 所以 所以它 那會越乾燥 為什麼越乾燥 相對的 沒有啊 應該是說 好 我知道了 好 所以就讓人類 據說一聲的心跳數就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這麼多水 今天 今天我們這邊下雨比較多雨 剛剛在那邊你就叫啥 假設這跟地球暖化真的有關係 也是真的啊 這幾年的溫度是稍微上升 有啊 但是很特別是你知道嗎 最近的那個 衛星看到地球的表面的照片 發現 北極又變大了 對 我有聽說 有聽說 就是地球暖化其實這個周期已經快結束了 快要進入地球冷化的結束 以往的過程是 我們 它已經縮小 北極在縮小 而且每年縮小 所以就超緊張啊 就很緊張 你說北極用死掉 北極用沒地方住 北極用這個位 可憐可樂 可是現在 現在對 現在對 對北極最多大 其實是太太多 什麼 現在對北極傷害最大的開展石油 開展石油 OK 因為發現石油了嘛 然後你說有人產生 是 然後綠色和平組織就在那邊連出五百萬人 然後穿著一件上面寫7M的北極熊 然後 結果就說北極熊 欸你看他穿這個T恤 我不能不走 我不能不走 不然 就是 沒有 我講這種故事 不行 現在 趨勢還是在 哇 是有點溫度還在上升 這是趨勢 然後 溫度越高的影響是 整個地球的影響都是在增加 因為你溫度越高嘛 你相對來講是 空氣中所含的水量可以增加嗎 對 H會增加吧 對 那我水從哪邊來 我已經從比較曬的太陽的地方 我本來 沙漠地區就容易 太陽很大 沒有水普通 我水還是 溫度還是持續 我終於懂了 我水還是持續蒸發嘛 因為 因為那個 溫度越高 它的 可以容納水的空間越大 對對對 所以 所以這個熱帶的地方 因為溫度更高的關係 所以它那個水分 原本溫度沒那麼高 它就可以下雨下來 嗯 但是它現在溫度 因為比較高 所以它有點時間 就讓那個雲可以就放走 沒有錯 就是它可以持續的越多嘛 它是相對師傅的空間越大 本來是 會嚇到別人家水 對對對 然後它就蒸發出來 蒸發出來 就要明明在空氣中 那你原來 會下雨的地方 因為它有一個溫度的梯度 它有一個從溫度高到低的過程 所以 KEO台灣有個台灣有個中央山脈 所以當你空氣 裝到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就會冷掉 就會下雨 對 所以 你本來空氣中的含水量 可能是只有80% 所以你開花進去 蛤 蛤 但是你長眼睛的地小 蛤 蛤 蛤 好可愛 欸 這是吉米花這麼熱量 謝謝 好 我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關係 好 我們以前的相對是70% 80%的時候 可能降下來比較有錢 可是現在是相對是 放了85% 90% 欸 我就多了 這個失格真的也要下來 差不多 對 然後它那邊就少了 而且甚至以前有時候 可能相對是70% 都根本不下雨 因為過了就過了 我根本不會有那個失路差 我失路不會到100% 它就不下雨 就飄走了 修理 我聽說宜蘭以前 一年好像有二分之一都在下 可是最近感覺 你很快就會感受到 這個 呃 你大概都不一個月 你就知道 我在宜蘭二十幾年 我的經驗是每個都不一樣 對啊 有時候真的下很久 有時候會 有時候下 像我那一年 前年的話 我記得從 十月開始下 下到 下到 下超久 就是我 然後也有 冬天不下雨的時候 也有發 那是很少 冬天真的很少不下雨 對啊很少 但是也有發 很奇怪 可是平均來講 是比較奇怪 因為我聽說世界 以前都比較 好 我這整個人的記憶是短暫的 當你現在很熱 哦 你記得去年好冷 當我們現在很冷 人的感覺是都這樣啊 對不對 你今年很冷 記得去年那天空會很快樂 對不對 去年有多自由 誰知道 但是一樣很常 我舉個例子啊 我們現在譬如 這要 濃水煮青蛙嘛 你把青蛙丟進去 那青蛙是一個 變溫動物 它會覺得溫度改變 它進體調跟體溫 所以它沒有感覺 溫度在變化 然後慢慢就死掉 慢慢慢慢到很熱的時候 那手邊就死掉 我們十幾年前的所得是 那時候 那又有人去找 那個報告不是 分類廣告 這邊需要一個 這個固工廠的一個 看守 看守的工作 一個月五八萬 沒有八萬 三萬 三萬五 這什麼工作 廠長 五萬 現在看分類廣告 這什麼工作 兩萬二 兩萬八 兩萬六 你就覺得很開心了 可是 這個是二十年前的 比較困難 原來差這麼多 可是這過程 從五萬變成四萬八 都沒有感覺 從四萬八變四萬六 你也沒感覺 對不對 但是慢慢這樣 大家都沒有感覺 到一天 怎麼兩萬二這麼少 難過 以前到底怎麼樣 欸 欸 欸 我原來以前這麼好 對不對 可是 你在這過程當中 裡面去看二十年前的時候 你現在在想 去年 好像也差不多 前面也還好 前面也還好 那就多個五百塊 沒有太大的感覺 去年連動感情蠻好的 你可能 曾經有連動感情不錯的時候 可能就是 那個氣都沒有很明顯 沒有 人的感覺是 很容易 吃到苦的時候 才會想到乾的 可是那乾的感覺是乾的 對 因為那是 比較乾 想像 想像 記憶中曾經有過那個經驗 可是那個經驗是 不準確的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們做實驗 做科學 經常就是要數據化 數據化 要記錄下來 因為當有一天 你要追查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回去看看 欸 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 哎呀我記錯了 對 原來一樣 大部分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都會記錯 人的腦袋就是這樣 大部分聲音都會記錯 對 那個不準 所以 我記得去年比較熱 這些都是參考 都不能當作參考 對啊 對 OK 我也記得去年比較熱 所以 所以 阿翔克人 阿翔克人 阿翔克 阿翔克 要今天運行嗎 什麼運行 我們就很带 structural fur 什麼意思 下禮拜麻煩要看 海洋 海洋 帶 canned 海洋 炎克 τα 天災 是嗎 會不會 天然災 pracy 你有看到就可以讨论 他没有看到就跳过 这两本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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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拿来